我們如果說呢 剛剛是把它全部放一張工作表 那我希望把它拆成25個工作表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 會需要用到剛剛講的一個方法 叫Create Shoot 然後面的話就是給它那個 它的工作表名稱 那這個名稱部分的話 我們如果懶得再去改的話 就直接給它檔名跟副檔名 當然你說老師 那如果我要改成只有那個檔名的話 那你就把後面的四個字去掉 OK 想辦法把它去掉就好了 其實中瓜谷嘛 第幾個到第幾個 可以很快把它去掉 那接下來的話呢 因為這個Create Shoot 這個方法是隸屬於那個什麼 工作表 工作部物件底下的一個方法 那它會產生一個對應的一個什麼呢 對應的一個 一個一個物件 就是這個ws 這個ws實際上就是一個工作表 所以呢 Create Shoot的話 之後的話 會產生一個工作表物件 那我們就利用這個好了 假設這個 你們可以在雲端白板上面的第40行這裡 Ctrl-C好了 然後呢 直接我們拿來用好了 我們把它放在我的程式裡面 那我應該是放在哪裡呢 記得是放在 Open這個的上方 我看一下應該是沒錯 對 Open的上面 當我要開檔之前 那我就先怎麼樣 先建一個工作表給他 OK 那工作表的話呢 也會產生一個這個ws的物件 因為它create Shoot 所以它會產生一個ws的一個物件 所以記得 底下這個shoot可能要把它改一下 要把它改成ws 因為我要把資料寫是寫到哪裡 寫到我create出來的這個 你不能寫錯位置 不然你不能寫在sheet裡面 那一樣是舊的 我要寫在新的那個 OK 好 那sheet一下 這個應該 這樣應該沒問題 所以才加一行 就可以有這樣的效果 我不確定 看一下 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那我先確定一下你那個 一次有沒有關掉 有關掉了 然後再把它執行 打開來看一下 OK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的話就有一個什麼 三重點txt 有沒有 這個中立 所以你會發現 它的那個工作表名稱呢 就是檔名跟副檔名 那如果假設你說老師那可是我只是希望 檔名的話怎麼辦 那很簡單嘛 你就是看你要取哪幾個字 所以如果假設 假設你不要那些名稱的話 那其實你是可以怎麼樣 可以在哪個地方動你的手腳 這個有沒有 就這個 這個檔名跟副檔名嘛 那因為檔名跟副檔名一定是三重點txt 有沒有 中立點txt 所以如果你要第幾個字的話 直覺想到記得中瓜胡 也就是說它其實是一串文字嘛 三重點txt 總共幾個字啊 六個字吧 有沒有 三重 兩個嘛 點txt 四個 所以如果你假設你只要三重那兩個字的話 那特別注意哦 它是從0開始算哦 所以3在0 重在1 所以如果你要是3跟重 那應該輸入什麼 第一個定義0 然後冒號 到哪一個停下來的哦 後面那個是停下來的哦 哪一個停下來 它是0跟1嘛 所以應該多少 該輸入2 對好 這樣子得到就是三重 中立 那剛好那個 我看它的名稱好像都兩個字啦 所以未來如果假設你有其他字數的話 那可能又是其他規則 試一下好了 所以哦 我們這邊加了一個這個 就是從第一個字跟第二個字 第三個字沒有啦 OK 所以stop 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裡面應該這樣OK 看一下結果 有沒有 欸有了 有沒有 三重 中立 南投 OK 所以其實應該沒有想像中困難吧 所以只有增加一個叫 Create 這個Create 好那最後還有一個 什麼呢 你說老師那為什麼打開它會先有個空白的 空白裡面沒什麼 我必須要切到第二個 那可不可以把我這個 空白的這個刪掉 我剛剛講過可以 語法很簡單 就什麼 Delete 然後呢 就是用一樣用那個什麼工作表的這個物件 去把它刪除 比如說剛剛最後的話呢 會多一個 那個sheet 有沒有 shet 那個是固定的名稱 那我已經知道固定名稱的話 那我可以 再把這一行呢 加在哪裡呢 加在城市的最後面 加在這邊好了 save 我看 應該是 不應該是要save之前吧 因為如果假設save之後的話 它已經save了嘛 所以應該是delete掉之後 再save出去 你不要save出去 再delete掉 那就太慢了 OK 好 那我們應該這樣就可以把 第一個給刪掉了 直徑看看好了 欸 這樣沒錯誤 看一下結果不OK 第一個不見了 欸對第一個不見了 好 有沒有 剛剛本來打開是sheet 因為那個沒刪掉 現在打開第一個就三重了 好 那就符合我們要的 OK 大概應該這樣就OK了 好 那其他如果你假設還要別的動作的話 你如果不會啦 我說真的 你到那個charge p上面 問一下 我請問一下 我希望把那個什麼 e sale裡面什麼什麼 做哪個效果 然後enter save出去 其實charge p真的都可以 給你滿意的答案 就像說 我剛剛有提過 我 程式跟程式間的轉換 其實charge p真的滿厲害的 而且我試了很多種程式語言的轉換 得到的結果都讓我嚇一跳 哇實在是 有 雖然有些有bug 但是大部分都可以跑 沒什麼問題 舉例來說 比如說我們剛剛這一段程式好了 像我們剛剛寫完這一段對不對 假如我先不要加這個好了 假如我這個先不要弄得太複雜 比如說像這個先不要加好了 我剛剛好像只有加這個嘛 然後這邊有改 這邊本來叫shut 比如說我剛剛寫的這一段程式 我希望把它轉成VBA的程式 那其實很簡單嘛 你就是先Ctrl C 然後呢 接下來的話 如果你要轉換成那個 就是VBA的版本 但是你一定不會寫吧 OK 那怎麼辦 很簡單 第一步 你就先把那個charge p打開 GPT的話呢 你就打一個GPT好了 GPT Google 第一個就是啦 GPT4 那我是建議呢 你login的時候 你可以用Google帳號 因為這樣比較快 GPT 那你login的話 我建議用Google 先登入Google帳號 會比較快 然後找那個charge gpt 點進去 接下來的話呢 你就把剛剛的問題 直接在這邊跟他講說 請幫我 將什麼 這個python的程式 轉換為VBA 這樣就可以啦 程式轉 然後呢 換行 把剛剛的程式貼在下面 然後我是按shift加enter 然後換行 然後貼上 就我們剛剛那一段程式嘛 接下來你就把它送出 其實呢 我發現他還蠻厲害的 他很快的就自動幫我把那個VBA的程式 自動寫出來了 那當然有時候 他每次寫的不見得都一樣 他有時候寫一樣的東西 給的答案都不一樣 我不知道他怎麼產生 然後你可以看到 這裡下就是 他幫你轉換的 看起來應該是雷同的 那你就可以把這個copy一下 有沒有 然後直接開啟 Excel 把它直接什麼 貼到這個VBA這邊按右鍵 先插入一個模組 如果你要run那個VBA的話 那你先開啟 Visual Basic 按右鍵先插入一個模組 這個模組跟python那個模組概念差不多 python也是模組 OK 然後把它貼上 這樣就可以run了 那理論上 我試過幾次好像都OK 可是他每次給的程式好像都不太一樣 有的好像是這個對焊的程式 你看註解他好像因為簡體字變亂 那你就可以跑 跑的話執行一下 OK 然後他這邊好像 他問我要不要取代 我把它取代掉 已經成功了 成功之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我不要存檔好了 理論上 這個的話是用VBA寫的 我把它打開看一下 居然沒有東西 居然有Bug 可是剛剛他說程式成功了 OK 所以可能要再Check一下 他程式是不是有一些地方 有一些問題 我剛剛試過另外他提供的版本 run是OK的 現在這個版本好像就不太OK 那可能還是要再看一下 他到底有哪些地方有問題 不過基本上 如果說以前 你要自己重新寫的話 光寫這些東西 你可能要花很多力氣 但至少 他已經給你大概百分之八九十的東西 剩下的就是你 就把它修改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 那我剛剛寫的那個 我剛剛改的其實不多 基本上就是 在雲端白板上面的第四十頁的地方 基本上 就是在增加一個那個 WS等於 記得加的位置是在F等於Open上面 那還有就是那個 建那個工作表名稱的時候 我在那個 這個file1 中括弧後面 我有加一個中括弧 然後呢 我只要前兩個字的話 那就是0冒號 0冒號2 OK 就是取0跟1 OK 試一下